关注土豆,今天就和大家聊聊俄罗斯的猛烈报复开始了谁是笑到最后的受益者 欢迎关注土豆,并将您的高剑打在公屏上 好了,尝你点赞,我们继续观看 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 到目前最新的数据已经造成139人死亡,182人受伤 俄罗斯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普京在为遇难者点蜡烛祈祷时罕见流下眼泪 普京说,等待他们的是糟糕的命运,必须让他们血债洗肠 乌克兰一再大喊,说不是我们干的 俄罗斯,你不要栽赃我 整个美西方都警告普京不要借此升级俄乌战争 但是,是不是乌克兰干的已经不重要了 IS早已去中心化,化整为零 在中东和中亚遍地开花,高油激战 俄罗斯现在根本没有力量与精力去开辟第二战场 况且了,从目前嫌疑人口供和各种迹象表明 乌克兰和莫斯科恐袭有脱不开的干系 那么既然如此,对于俄罗斯的最优解是什么呢? 那就是同仇敌忾,凝聚共识,猛烈打击乌克兰,化碑同为力量 全力扩大战果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恐袭事件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在前几天发文中已经说了 不是美国,但是却是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 他们很清楚这样干,能加剧俄乌之间的战火 让战争无法停下来 即使特朗普重回白宫也只能干荡严 让拜登的政治遗产延续下去 现在呢,拜登的目的达到了 而俄罗斯呢,3月25号普京说 我只关心恐怖分子背后的雇主是谁 我还关心这次恐怖袭击 谁有动机,谁会受益 其实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现在的俄罗斯当然没有力量与美国正面交锋 那就将所有的怒火发泄在乌克兰身上吧 俄罗斯说 乌克兰,你别狡辩,乖乖认了吧 现在你是黄泥巴掉裤裆 不是屎也是屎 洗干净伸长脖子,挡着吧 从3月25号开始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全面升旗 几乎全境都在打击范围之内 整个乌克兰到处都是防空警报的鸣叫声 而俄罗斯重点关照了基辅 这一次上手的用了高超音速导弹 基辅发生了猛烈爆炸 多个建筑屋成为了一片瓦砾 可以预见的是 俄罗斯的猛烈报复才刚刚开始 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在这种时候抓住机会扩大战果 乌克兰又将迎来新一轮的悲惨命运 我看到也有很多人说 即使是乌克兰袭击了莫斯科 但是俄乌战争是俄罗斯先挑起进攻的乌克兰 在战争中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也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乌克兰平民了 难道乌克兰没有权力反击吗 其实我还真想聊聊这个问题 我原来聊过欧洲就是黑社会抢地盘 俄乌战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协 他们之间延续千年的历史纠葛问题是真的说不清楚了 外人也没办法掺和 你想啊 如果你是俄罗斯人 克里米亚是无数俄罗斯人 足足备备有生命和鲜血换回来的 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所在 结果呢 这个赫鲁乔夫一句话就送给了乌克兰 乌克兰呢 还要用克里米亚作为反俄的基地 要对俄罗斯关闭军港 你就说吧 如果你是个正常的俄罗斯人 你忍得了吗 普京要收复克里米亚 谁敢不支持呢 但是你再想想 如果你是乌克兰人 赫鲁乔夫已经白纸黑字把克里米亚赠送给乌克兰了 而且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戈尔巴乔夫他都是承认的 国际法上也是合法合理的 那俄罗斯凭什么要抢走克里米亚 还有没有天理了 而且乌克兰说 我又不是你俄罗斯的附庸国 我难道不能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吗 我怎么就不能跪舔美国了 所以呢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乌克兰人当然要说俄罗斯是侵略者 但是俄罗斯呢 他就更愤怒了 因为只要看看历史就知道 1654年的乌克兰只有基洛夫格勒和蒂涅伯罗组成 面积仅仅为5.7万平方公里 在乌克兰的请求下并入了沙俄 注意是乌克兰自己要求的 在随后的250多年时间里 沙俄把抢来的西北部2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包括沃伦基辅等地区送给了乌克兰 而在苏联成立后 1922年列宁是大手一挥 把东部约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包括卢干斯克 哈尔科夫等地区 划给了乌克兰 接着 斯大林又把西南部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利沃夫等地区送给了乌克兰 到了1954年 赫鲁晓夫又把俄罗斯几代人 付出鲜血打下来的克里米亚 作为礼物送给了乌克兰 也就是说乌克兰91%的土地是俄罗斯人政权送的 俄罗斯人说我侵略你了吗 你的地盘被越侵略越大吗 不仅如此 在乌克兰独立后 俄罗斯搞了各种政策会晤 各种补贴和照顾 光油气资源的过路费 就可以让乌克兰挣得盆满过满 结果呢 越会乌克兰是越恨俄罗斯 各种支持纳粹 全面倒向美国各种无脑反俄 所以你说俄罗斯和乌克兰谁有理呢 那可真是一笔胡头账 谁都说不清楚 我原来说过 每个人乃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 所能理解的正义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进攻是正义的 那这就真的是搞笑了 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 但凡有越南或者印尼10%的政治智慧 战争都不会爆发 乌克兰都不会生灵涂炭 布林肯说过 在我们的秩序当中 你要么在餐桌上 要么在菜单上 当今的世界 除了中美俄印等几个少数国家 其他的中小国家 学会骑墙 修炼战队是第一生存必修课呀 事实上 整个东盟除了菲律宾疯狂作死 基本上都已经给出了教科书一样的答案 就是如何保持平衡 并获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乌克兰在美俄的夹缝中 虽然很危险 但是它完全可以轻松的两头通吃 就和越南一样 完全可以在中美的夹缝中 全力开展自己的外貌 况且 这乌克兰是美俄都想拉抖的 都不想得罪 结果呢 乌克兰非要作死 干的事情比菲律宾还要无脑 一门心思的要倒向美国 俄罗斯说 你只要不谋求加入北约 我就不找你麻烦 哪怕你加入欧盟都没事 结果呢 乌克兰它不仅作死 还完全没有政治智慧 明知道美国不接收 还要将加入北约写进宪法 但是呢 美国太远 俄罗斯太近了 也就是说 乌克兰有一万种办法避免战争 但是天堂有路 它不走 地狱无门 它非要投 你就说吧 这战争不完全是它自找的吗 那什么是正义啊 发展自己的国家 维护国家安全 保护自己的人民 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正义吗 结果呢 乌克兰非要无视自己的国家利益 全力挑衅俄罗斯 导致整个国家的工业区全部丢失 大半个国家遭受轰炸 无数的乌克兰人死在战场 四千六百万的人口到现在仅仅只剩下一半了 你就说吧 这责任是谁的呢 其实泽连斯基和他的幕僚们太清楚了 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为了和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一起分钱 将个人利益最大化 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国家推进了地狱 就和马克思一样 菲律宾做不做炮灰 他根本不在乎 他只关心自己能挣多少钱 所以呢 所谓的乌克兰保卫战毫无正义可言 这就是个小丑行为 而背后的政客们才是真正的邪恶之源呢 有时候吧 选择没有对和错 但做出了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 乌克兰一心作死 而俄罗斯又不是中国这么好的脾气 他当然忍不住 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 现在乌克兰大喊道 真的不是我干的 不关我的事 俄罗斯吼道 你可闭嘴吧 是不是你干的都无所谓了 我打的就是你 谁让你犯贱呢 所以啊 只能说这事很无奈 可怜的乌克兰人死了也是白死 这一切都是美西方政客们的游戏 就和这一次莫斯科恐怖袭击一样 谁的利益最大化了呢 当然是拜登和他的团队 这就是原来说的 如果要等待特朗普回来 俄罗斯剩下来的一年会非常难熬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不可能让战争停下来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 不迷路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